好,我們來看一下題目 就給一個融化企劃曲線圖 A用看了就好 B用看了就好 C用看了就好 豬用看了就好 不用上 通通不用上 這裡看出來融點是實錄,九實錄是廢物 所以N是廢物 然後呢,宜秉之間是融化過程 所以呢,是故意共存 故意共存 所以B也是對的 然後融化過程 25-10經過15分鐘 氣化過程65-15經過20分鐘 所以氣化所需要C的熱多 融化所需要C的熱少 所以氣化熱大於融化熱 因為同個東西質量是一樣的 所以豬也是對的 然後加用25分鐘圖上看 它已經融化完全結束 開始變成液態 所以20分鐘是液態 所以C是錯的 所以答案就選C 不用算 對不對 不用算 看圖就想得 就問一堆問題 好,請問你 對啊 誰對 他說每分鐘給400 有數字表示可能要跟計算有關 對不對 好,有質量啊什麼之類的 OK,來 好,問你 A不用算 B不用算 C也不需要算 看就知道了 除了要算嗎 應該也不用吧 C如果你要確實算也可以 確實算比較也可以 但是用看圖就可以知道 看圖就知道 來,請問你 這就是瓦槌 我已經不記得要找男生女生 沒關係,反正一男一女 12 12 你選豬 他說C,你選豬喔 你說 圖形上四分鐘是融化過程 所以呢 是故意共存 A是錯的 廢點呢 這圖上面沒有看到廢點 沒有屏的那一段 所以這裡沒有看到廢點 那那125應該是融點 所以呢 B是錯的 然後你怎麼知道 比較實在 看誰比較陡啊 越陡的就表示溫度變化會越 對不對 快 所以就表示比熱比較小 可是比較小 所以看起來誰比較陡啊 固體的時候比較陡啊 所以固體的比熱比較小啊 你要去算什麼 兩分鐘變化幾度 那算也可以啦 所以就知道這樣 所以 那兩分鐘到六分鐘 溫度沒有變對 那是在做狀態改變的過程 那還有在吸熱 他才會有狀態改變是對的 所以呢,答案就選豬 然後呢 練習20 然後有數字 給了這些東西 A不用算 B要算 C要算 豬也可以不用算 看圖就會曉得了 要算的事情是 B跟C 要算的事情是B跟C 要算的是B跟C 那 那 哇哩 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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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哪一個呢 A是看就知道的 豬也是看就知道的 可是B跟C是要算的 可愛 大帥哥 大帥哥 大帥哥叫做29 29 29 不在 25 25 不在 25 25 B B 請說 你說答案是B 答案是B 答案是B 6分钟2 2 所以只有2分钟變液體 所以剩下還有6分钟是固體 所以2比6 2比6 固體 2比6 固態跟液態呢 是固態1 顧態3 液態1 所以呢 是錯的 所以呢 比熱是0.4 融化熱42 OK 融化熱跟比熱 怎麼算融化熱 這其實就跟怎麼算比熱一樣 怎麼算比熱一樣 就是 固體比熱嘛 4分鐘嘛 然後呢 溫度從10度變成45度嘛 然後呢 1分鐘175 175乘以4嘛 等於M SRT50啊 乘以比熱不知道 乘以溫度變化 答案就會算出來了 那 融化熱 那融化熱 4分鐘到12分鐘再做融化 所以這段的吸熱是當作融化熱的 公式叫做H等於M乘以Q H等於M乘以Q 7 那他應該多少 7 7 7 沒有7 2 直接 2 2 1 1 8 1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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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分鐘 1分鐘175 12-4 8分鐘 質量50 所以算完 每功課28卡 所以答案28 這就是 計算 所以這個圖形上 剛剛跟你講過 我問的問題 不見得要計算 有很多觀念 會算是一回事 但重點是你觀念要清楚 從圖形上 可以看出很多事情 不需要算就能夠知道的 希望你能夠學會 OK